咱们闲话少说啊 沿着上一次课给大家留的作业 我看到有很多很多同学呢 无论是上次我给大家讲的 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的问题 还是给大家讲到的 像这个应付债券 还有那个长期借款的相关问题呢 给大家留的作业 大家都是做了的 而且很开心的呢 就是大家能够一如既往 从第一年开始一直做到最后一年 这个还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我想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在考试当中 你现在你可能练起来会觉得比较复杂 好难呀 我为什么算到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就算不下去了 或者算到第几年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算不下去了 在这里 首先你自己的算术能力要强 但是这个算术能力 我们是可以借助外力的 比如说像计算器 但是你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背后的逻辑 背后的道理 所以今天咱们接着上一次课 给大家讲到的负债当中 应付债券 他的会计处理 延续着上一个问题呢 给大家一起去再衍生一下 看看关于分期复息 以及一次性还本复息 他们在进行会计处理 包括再去算期末的账面价值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差异 因为上一次课可能有很多同学 听了听了就跑神了 或者听了听了老师我已经跟不上了 你再讲什么我自己我也不想跟了 所以今天再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再跟我来看一遍 还是原来这套题 这套题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那么今天主要是想通过两个角度 给大家去分析 一个是一次性还本复息 一个是分期 分期复息的这种情况 那有同学一直都在问说 老师我特别特别不理解的 就是为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要对你的发行价格做一下计算呢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它的面值 去作为它的发行价格 去尽快去处理呢 那上次课啊 实际上在结束 快要结束上次课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 由于你自己票面上的利率 也就是当时你合同上 所约定的那个利率 和你市场上本身的这个利率呢 他们两个是不一致的 那么你作为一个理性的发行人 那么购买方那边 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 他们一定会有所取舍的 就是由于这两个利率的不同 才会导致你的发行价格 和你的面值是不同的 如果票面利率 和你发行时的这个市场利率 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 叫按面值发行 按面值发行 一般按面值发行 它反映到利率上来看 就两个利率是相等 那么一般哈 我们在考试当中 肯定都是不会去考你按面值发行的 因为这种情况太简单了 它计算量呢也比较小 那它怎么办呢 一定是不按面值发行 不按面值发行 我们又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呢叫溢价发行 溢价 一种叫折价发行 溢价和折价 那么溢价和折价 它反映的是啥呢 比如说我这个债券 面值是1000万元 那么我在发行的时候 是1100万元去发行的 此时我就叫做溢价 也就是说我的发行价格 是大于我的面值的 此时我们管它叫溢价 反过来呢它就属于折价 那你现在就要去想一想啊 为什么我在溢价发行的时候 人家还愿意买 为啥我在溢价发行的时候 人家还愿意买 这不是相当于你在买我的东西吗 那么当我以一个更高的价格 去卖你东西 你还愿意买的时候 肯定是由于你买了我这个东西 能够给你带来更大的收益 对不对 如果我这个收益和市场上的收益 是一样的 你会买我的吗 你为啥不去选别的呢 是不是 我的课和别人的课给你带来的 效果带来的体验是一样的 你可能就不会来听讲讲的课了 对不对 千篇一律的 所以现在私人教育 包括其他的机构 都是在打造这种差异化的课程 这反映到咱们发行债券上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你需要去区分是折价还是溢价 那么折价和溢价它究竟影响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利率 你的利率反映到 合同上 它就是一个票面利率 这个票面利率呢 可能就会和你的什么呢 市场利率是不等的 那我现在想问问大家 如果此时我是以溢价发行 也就是说你想要买我的债券 你需要花更多的钱 那此时你想要在我 在我这儿是获得更高的收益 还是更低的收益 肯定是更高的收益 所以我的票面利率可能是6% 而市场的利率呢 可能只有5% 就是由于他们两者 无论是从发行价格和面值上的差异 还是从票面利率和市场利率的 之间的差异 他们存在着差异 才会导致你的发行价格和面值是不等的 发行价格和面值是不等的 当然这些理论呢 对于会计考生来讲 你不需要掌握得特别深 因为会计一般都是这样直来直去给你的 给你是如何去付息的 相关的利率是什么样的 你只需要会求啥呢 他折完线之后的那个线值就行 所以我们来看啊 这条题 他这条题告诉你 这条题告诉你的是 面值 1000万 为了简化计算啊 我把那个万 全部给他替换成万 这个 这个这个文字型的万哈 要么计算的这个数太大了 面值是1000万 票面利率 是 6% 现在你不知道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 我画了一个问号 但是呢 给了你市场利率 是5% 那我怎么样去求这个发行价格呢 实际上就要看一下我相关的折线之后的金额 那么如果是在两种不同的复息模式下 一个是分期复息 一个是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那么所给你带来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是不一样的啊 带来的现金流 它的流入和流出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是在分期复息 分期复息 到期一次性还本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次给大家说的 如果要是分期复息的话 作为我债务人这边 也就是发行价这边 我需要在每一期期末 支付出去60万的利息 每一期期末支付60万的利息 除此之外呢 到最后一期 我还需要把本金给偿还 所以它的现金流特征是这样的 五个60和一个1000 那么后面 如果是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它呢应该是属于 怎么着啊 中间它是没有任何的流出的 对于我发行方来讲 没有任何的流出 那有啥呢 就是在最后一期的时候 首先 我需要把本金还给人家 本金是多少呢 1000 除此之外 我还需要去还五期的利息 这里面大家不要去考虑的特别复杂 老师是不是复利的呀 没有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是单利计息 那么单利计息 每一期是60 一共是五期 那么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期 你需要拿出300万的现金流出 有300万的现金流出 既然现在的现金流不同 所以他们反映过来的发行价格也不同 这个发行价格怎么去理解 就是站在这一个时点 你发行的那个时点 看好了 画三角形的这两个时点 你能够募集到的资金是多少 你能够募集到的资金是多少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 最好的一种 就是未来我现金流出多少 现在呢 我就流入多少 这样是最保守 最可靠的一种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要求 站在现代的这个时点 把未来的这些现金流量 给它进行折线 所以左侧的分期负期的这种情况呢 折完线之后 它应该是60乘以P-A I呢 按照实际利率 是折线5% 期数是5年 再加上1000本金的折线 由于本金它不满足等额等期限 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我们应该是按照负利去计息 也就应该是P-F 55% 所以左侧哈 你看好了 它既包括年金折线 又包括负利折线 右侧呢 你只需要考虑的是什么 负利折线就行了 因为它只有一笔现金流出 就是在5年之后 所以它这边折完线的金额应该是1300 乘以P-F 55% 这两个数求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我给你们算出来了 左侧呢 应该是1043.27 1043.27 右侧折完线之后 它应该是1018.55 看到没 由于你未来现金流出的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就导致你在最开始募集到的资金金额也是不同的 它俩的差异就在这 那如果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核算呢 怎么样去写会计分录呢 这是大家需要去掌握的 我说了对于负债这一块 大家最好呢 不要死记硬背 或者死抠它那个明细科目 因为你一旦把明细给它寄混了 寄插了 你很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此时我们怎么办呢 直接写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借银行存款 这是你实际上募集到的资金 1043.27 再贷呢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你可以直接写1043.27 也可以像咱们书上给写的 面值和利息调整是多少 随便 但是呢 我一般到负债这块 不愿意让大家去写这个明细 因为一旦写明细的话 你可能会让自己啊 陷入到一个无限的死循环当中 右侧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债券 1018.55 这是第一个 在发行的时候 用咱们书上呢 应该是在20 2012年的1月1号 你应该进行的会计处理 是这样的 但是啊 我告诉大家 在考试的时候 他很少很少会让你求发行价格 因为求发行价格 这属于门财务管理当中要考的一个问题 咱们考的是啥 他一定是把这个发行价也给你了 把发行价给你了 但让你求啥呢 让你去求到2012年12月31号 他的贪余成本或者是账面价值 或者有一些题 他为了加深难度 他可能还会让你需求2013年12月31号的 那这一块对于大家来讲哈 你也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写分录 写分录是最保守的 也是正确率最高的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上节课 我给大家说了 你去既公式也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 会计分录你怎么去写啊 会计分录 如果站在2012年12月31号 我们应该如何去编制会计分录呢 相当于我已经占用了 我已经占用了人家资金一年了 那么占用一年的资金 我就需要产生相应的利息费用 这个利息费用 大家需要去关注 关注啥呢 我要看一下 我所筹集进来的这笔钱 是满足资本化条件 还是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可能对于大家来讲 现在你对于资本化和费用化 还不能完全区分 那么你现在至少要跟着 前面咱们所学到的长期应付款 就是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那块 你要知道 这块的利息摊销 可能会进入到在建工程 也有可能会进入到财务费用 所以把分路的框架 先给他写出来 应该呢 是借记财务费用 带应付利息 这是最简单的 具体利息的方式了 具体利息的会计处理 那财务费用应该怎么去求呢 财务费用 你应该是看我实实在在 实际上 未来我需要偿还的 这个利息金额是多少 所以财务费用 他一定对的是实际的数 那怎么去求呢 他实际上就应该是等于 贪余成本 再乘以实际利率 记住啊 你现在理解不了的话 你就先把这个公式记住 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因为后面这个公式 他是通用的 包括你后面去学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等等 他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记好 应该是用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因为他代表的是 你未来实际需要偿付的利息金额 那么 从咱们这要题上来看 他应该是多少呢 就应该是1043.27 再乘以5% 1043.27乘以5% 算完这个数呢 应该是52.16 52.16 应付利息 这是你在每年年末 根据合同的约定 应该偿付给人家的 利息金额 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你 应付的金额 他对应的呢 都是合同上的约定 合同上的约定 那每年你应该支付多少呀 每年都是60万 所以这块 再有一个60 现在借方是52.16 贷方是60 借贷是不平的 借方差了一部分 这差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寄到哪啊 寄到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里 明细哈 可写可不写 利息调整 调完之后的这个数是 7.84 7.84 所以你来看一下 站在2012年12月31号 让你去求应付债券 他的贪余成本 怎么去求呢 这个金额怎么去算呀 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从会计分路上去看 会计分路上怎么去看 最开始你的应付债券 贷方是有1043.27的 现在呢 借方有一个利息调整 7.84 因为应付债券是属于负债 所以借减贷增 所以按照会计分路来看的话 应该是1043.27 再减去 7.84 算完这个数呢 应该是 1035.43 1035.43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跟着我上一次课 给大家说的这个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应该怎么去求呢 应该是用期初的贪余成本 1043.27 再加上本年所确认的财务费用 是52.16 减去当年确认的应付利息60 算完这个数 依然是1035.43 1035.43 多少页啊 126页 好吧 这是左侧哈 左侧是分期复息 那接着我们对应来看一下 右侧 右侧呢 是属于到期一次性缓门复息的 到期一次性缓门复息 我说了上一次课 上次课给大家强调了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呀 你看 在每一期期末的时候 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现金流出 但是我说了 在企业财务会计 它的核算基础呢 是全责发生制 不是收付实践制 也就是说我要确认这笔利息费用 并不是看我钱 这个利息有没有支付出去 而是看一下 我是否占用这笔资金产生相应的财务费用 对不对 所以根据全责发生制 虽然我在这些期期末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的现金流出 但是我依然要去确认财务费用 我说了啊 根是在全责发生制理 所以我这次呢 应该还是借记一个财务费用 带谁呢 带方还能不能用应付利息了 不可以了 因为应付利息它是属于一个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需要在一年内进行偿付 那你看一下 我这是一年内偿付吗 这是要在五年之后才行 才需要进行偿付的 所以此时我们要用到一个二级明细科目 这个二级明细科目叫应付债券 啥呢 记住啊 它不叫利息调整 它叫应付利息 但是你说你考试的时候 老师我记不住它后边名叫啥了 我就写应付债券行不行 也行 也行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相关的财务费用和应付债券 应付利息它的金额是多少呢 财务费用这里边和左侧依然是对应的 还是等于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但是由于你期出的贪余成本的数不一样了 这侧是1018.55 那侧呢是1043.27 所以你算出来的数肯定是不同的 那应该怎么去算呢 应该是用1018.55再乘以5% 这个数算完之后是50.93 50.93万元 那下面应付债券应付利息 记住它还是按照你合同约定应该支付的金额 只不过不是在当年年末支付了 而是在5年年5年之后呢 在经支付 所以它的金额和这边的应付利息的金额也是对应的 60 60 中间又产生差额了 这个差额寄哪啊 还是记住到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里 利息调整调多少 是9.07 他俩做差哈 60和50.93去做差 所以这样一减完 挤出来 利息调整的金额呢 是9.07 那接着我们看这个分路 还是去计算一下 到2012年12月31号 它的贪余成本是多少呢 它的贪余成本怎么去求 一种方式写分路 最保守最正确的 那就应该是用1018.55 这是期初的贪余成本 然后你看着 和应付债券相关的科目 涉及到两次 一个呢是它的明细应付利息 一个是利息调整 一个呢是在贷方 一个是在借方 负债它应该是贷增借减 所以应该是1018.55 加60 减9.07 看分路哈 1018.55 加60 减9.07 算完这个数是多少呢 是1069.48 1069.48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也是记公式 还记得那个公式是啥不 公式哈 唯一到目前为止 唯一让你们记得一个公式 就是用期初的贪余成本 加上本期所确认的财务费用 再减去应付利息 这块有没有应付利息啊 没有 那你只需要加谁 只需要加上一个财务费用的金额 就可以 还是等于1069.48 1069.48 所以通过这两个题给大家反映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读题的时候 审题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好 题干当中约定的究竟是分期复习还是到期一次性环本复习 在考试当中 特别是会计的考试当中哈 咱们一般左侧的考察频率要更高 右侧的考察频率呢 相对来说要低一点 我相当于把这道题又给大家讲了一遍 关于贪余成本的贪销 我又讲了一遍 在长期应付款 我讲了两遍 应付债券 我讲了两遍 然后可能有些同学你还没听懂 你别着急 等到后面咱们讲金融工具的时候还会再讲 我不相信讲了五遍六遍之后 你还听不懂 除非你到现在的时候 你说了我放弃了 我不想再听了 反正我也听不懂 那这种情况下 真的是没有人救得了你 一次性环本复习 最后的会计分录 应该怎么去写呢 怎么去写 一样的 还是借记应付债券 然后呢 应付债券有很多很多名细 你愿意写就写 不愿意写那就不写 带银行存款嘛 只不过你要写明细的话 你要去考虑 它的利息调整的金额有多少 应付利息的金额有多少 还有呢 面值的金额有多少 嗯 好了 我告诉你哈 就是从应付债券这块 你看明细对你的影响 还没有特别特别大 等到一会儿我给你们讲 后面那个 可转债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了 哎这些明细真的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小尾巴 跟着你之后就在后面摇头尾巴晃的 你啥都听不懂 啥都看不懂 嗯 可以不写明细哈 在筑块考试当中是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写明细的 这个和中级考试呢 是有不同的 中级会计实务的考试当中 他个别题目可能会要求你写出相关的明细 但筑块没有啊 筑块没有 最后一年的 我没算完哈 你们算完数给我 然后呢 我把那个数告诉你们怎么去写会计分路 刚才有同学说说这个贪余成本在右侧它竟然增加了 我告诉你 如果画一个数轴 就如果有同学哈 你现在已经把每一年的都算出来的话 考试他不考那么多 所以我没必要再给大家去算了 但是如果你自己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话 你把每一年的都算出来 你会发现在右侧它的贪余成本走的是这样一条路 最开始是上升 然后等到最后一期一次性 全都下降了 下降到你面值那块了 但是这边左侧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逐渐递减的过程 那一年比一年摊的少 一年比一年摊的少 然后趋于面值 趋于本 趋于本金 那个金额 对右边这一侧比较像弃制费用 因为弃制费用它是后面越来越摊 摊完之后都进入到预计负债里了嘛 所以它越摊越多 但左侧不是 左侧是我摊完之后还会有相关的利息的偿付的 好吧 这个题哈 不给大家说了 如果有同学再有个别问题的话 咱们课下 个别去探讨 然后呢 在上课之前给大家捞了刀说那么多哈 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强调一遍 我今天可能确实慷慨不了 激昂不了了 所以呢 如果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觉得哎呀老师你今天怎么没有往前那么有激情啊 稍稍担待一点哈 因为确实是我这个胃疼了一下午了 好了 不说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 在126页那个解题高手实际上已经给大家说了 就是关于究竟是分期复息还是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那么我们把应付债券哈 这块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首先第一个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去关注他的复息方式 复息方式 因为复息方式呢 它会影响到你后面贪余成本的计算 进而会影响到你相关会计科目的运用 那么复息方式一共就两种 分别是分期复息 还有呢 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分期和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如果是分期复息的话 你用到的会计科目应该是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你用到的应该是应付债券 如果题目当中说的 我不是发行债券去筹集资金 而是取得银行借款 那你一定一定得给他记住 把应付债券换成长期借款 因为长期借款 他的会计处理 和应付债券的会计处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只拿应付债券这块给大家去讲了 应付债券 啥呢 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不同在哪呢 就是他们折线的方式 折线方式 如果是分期复息的话 那折线方式你可以去回想一下 刚才咱们做的那个题 在左侧 那左侧呢 是既有年金限制折线 又有呢 复利限制折线 年金是对利息的折线 复利呢 是对本金的折线 如果要是采用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我们折线的方式只有一种 那就是复利折线 对吧 因为只有最后一期 它是有现金流出的 其余的 你的现金流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动的 另外一个 他们两个存在的差异 就是在哪呢 就是在相关的应付债券 这是第三点啊 不同 应付债券 贪余成本 期末贪余成本的计算 大差不差 只差了一个谁呢 就是看你每一年复息的时候 有没有把那个应付利息给它扣除掉 如果是在分期复息上边 对应的呢 是分期复息 如果是分期复息的话 那么你应该计算的期末贪余成本 它应该是等于期出 加上财务费用 再减去呢 应付利息 减应付利息 如果是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那它就应该是期出 再加财务费用 这个公式哈 我告诉大家了 是你需要去记的 因为这个公式它是万能的 你无论是现代学 还是后面给大家去讲金融资产 它都是适用的 那除此之外 还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公式当中 你会用到财务费用 应付利息 你得知道他们怎么去算 比如说像财务费用 我说了 这是你未来实际要偿付的利息金额 所以它对应的一定是实际的数 那它应该怎么去求呢 应该就是用贪余成本 再乘以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 那应付利息 这是属于你按照合同约定 应该偿付的利息金额 所以它应该是看合同的 或者是看票面的 所以它应该是用面值 再乘以票面利率 看没看见 所以应付债券 所有大家需要掌握的重点都在这 那么在考试当中 前面已经给大家说了 分期负息 它的考评要更高 分期负息你是必须要掌握的 如果你对贪余成本理解的还没有到位的话 你别着急 因为马上咱们讲这个可转债 又要给大家去说一遍 好不好 不能 有同学说这个直接继承账面价值 乘以实际利率也是可以的 因为在目前为止 你的贪余成本和账面价值应该是相等的 账面价值和贪余成本应该是相等的 在考试当中 你就记住 大多数的助协专家 他只是考你对理论的运用 有没有理解 他不会去考你计算的 你说最后一年考你有啥用 所有的计算都是一样的 除非这个债券还是两年期的 这样呢 他有可能会考你最后一年 而且负债 从考试的角度上来看 他并不是一个重点内容 大多我们都是考资产 或者考一些特殊的交易事项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应付债券的第二种 也是在考试当中会考察到的 特别特别是在2021年 也就是现在刚刚过去的考试当中 他考到的啥呢 可转换公司债券 他的会计处理 啥叫可转换公司债券呢 我把这个债券的名全称啊 告诉大家一下 他叫做可转换成公司普通股的债券 可转换成公司普通股的债券 所以你会发现啊 通过他的名字上来看 他就更像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或者披着狼皮的羊 他就是表面上是一套 然后呢背地里又是一套 就是属于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可转换公司债券呢 就是你在初始确认的时候 我在发行的时候 我作为发行方 现在我们讲的哈 都是发行方 那我在发行的时候 我就具备了两种形式 一种呢 他就是作为负债 一种呢 是作为权益 也就是未来你可能会成为我的股东 既然这个债券当中 他包含了两种形式 那么我们在进行初始确认的时候 就需要把这两个东西去进行分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初始确认时 就是在刚刚发行的时候 应当将其所包含的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 去进行分拆 将负债成分确认为应付债券 将权益成分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 所以你想一想哈 你回想一下 咱们刚才所讲到那个普通债券 普通债券我在发行的时候呢 我是直接按照我所筹集进来的资金 借记银行存款 代记应付债券 但是通过咱们对可转债的会计处理 这句话的表述当中你会发现 他在初始确认时 我对我筹集进来的资金 进入到银行存款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呢 我在确认代方的相关科目的时候 是进入到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应付债券 一个呢 是其他权益工具 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科目 而且我告诉大家哈 我现在给大家去打一个预防针 这个科目你必须要记准确 因为后面你学到金融工具的时候 有一个跟他特别特别像的会计科目 但是他俩的性质 包括核算方向完全是相反的 这个科目他叫啥呢 叫其他权益工具 他的科目性质是啥 是一个权益类的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在核算的时候 应该是贷方增加借方减少 贷增借减啊 这块大家需要去关注 所以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刚才咱们讲到的一般债券 左右就不同了 这里面多了一个其他权益工具 他的确认 我们已经知道 他在初始发行的时候 应该如何去进行会计处理 那接着我们就需要去确定的 是应付债券的金额 以及其他权益工具的金额 究竟应该是多少 我应该怎么去计量呢 这个金额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 这里面给大家需要关注的 就是如果你在发行可转债 相关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做相关的分拆 这个分拆具体的原则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咱们解题高手第127页 第127页 怎么去进行分拆呢 第一步要去拆负债的价值 这个顺序一定要记准 要去拆负债的价值 为什么要先去拆负债的价值呢 因为负债你是能够通过 它的合同现金流量折现 来计算出来的 嗯 负债 那么负债成分的固定价值 怎么去算 就是看 如果没有转股权的情况下 一般公司债券的实际发行价格 这个词又出来了 啥叫实际发行价格呀 说白了 就是把未来现金流去进行折现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第一步一定一定是计算负债的供应价值 那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怎么去求 就是不考虑任何的转股权的存在 我直接算 它假定就是一个一般债券 那么它的实际发行价格是多少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呢 是计算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怎么去求呢 因为你在进行融资的时候 你是已经知道了相关的 筹几道的资金 筹几道的资金金额是多少 那么用你筹集到的资金 筹集到资金的金额 也就是可转债的发行价款 发行价款 减去你前面已经确认出来的 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所以权益哈 我们是靠挤出来的 倒挤出来的 怎么倒挤啊 用你发行价款 就是发行的时候 已经收集到的这个资金 再减去第一步你确定出来 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 那也就告诉你 这个可转债的发行价款 在可转债的相关题目当中 它一定是作为已知条件 提供给大家的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转股的时候 相关的会计处理 啥意思哈 为什么要去考虑它的转股呢 因为咱们说了 它在初始发行的时候 就兼具了两种任务 第一种呢 是你买了我公司的这个可转债 你成为我的债权人 第二种 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年年末 或者是未来的某一年 你可以拿着这个可转换工资债券 来到我公司 说我已经满足了转股权的相关条件 我现在要转成你公司的股东 听好了啊 由于它发行的时候就有两种形式 所以我对于我购买方来讲 我是有一种现实的身份 还有一个潜在的身份 这个潜在的身份什么时候转换呢 应该是在我行使转股权的时候 行使转股权的时候 那么一旦行使转股权 你就要想到 你们作为购买我债券的这一方 你们的身份就变了 原来你是我的债权人 现在变成了我的股东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哈 对于债权人和股东来讲 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债权人和股东有什么样的差别 作为债权人来讲的话 你就想着稳稳当当的去收本收息就行了 但是作为股东呢 你就喜欢这种高风险高刺激 甚至如果我有这种红心壮志的话 我想要去控制你公司 以后你的公司要听我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在转股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做 假定全部都转股哈 不要去抬杠 不要去想 万一有一部分人 他就死一半来不转呢 这些不是你需要去考虑的 这些是实务专家需要去考虑的 你只需要在考试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去处理就行 所以如果在行使转股权的话 那就意味着 我这些债权人的身份 全部发生了转换 我的负债全部都没了 所以我要把我应付债券的价值 全部注销 应付债券 接着还要注销的是啥呢 就是最开始我所确认的 其他权益工具 看好了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 它指的是其他 而不是你真真正正股东 所持有的权益 嗯 它只是代表的是其他权益 股东所持有的权益 我们要用什么去核算呀 股东所持有的权益 应该用什么去核算 股本和资本公积 所以在转股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下面的这两个东西 全部给它转没了 嗯 就原来左侧 代方的 我通过借方 全部给它转走 换成谁呢 都变成了我企业实实在在的股东 股东所持有的权益 我们管它叫股本和资本公积 股本和资本公积 所以这是转股的时候需要进行会计处理 那有的同学又来话了哈 来啥话呢 哎呀 这有啥难的呀 那还前面还死气白拉的分啥呀 有啥可分的呀 反正都一样 那我能不能直接借记银行存款 代股本和资本公积呀 能不能 不行 如果看吵了啊 有些同学分路学特别溜 我左边右边一销 是不是 抵销 抵完了之后就是借银行存款 代股本和资本公积了 行不行 不行 如果你发行的是普通股的话 你确实应该是借银存 代股本 代资本公积 但现在你发行的是啥 是可转债 可转债 我们从官方上来讲 或者是从这个文族族上啊 给它下个定义 它叫做复合金融工具 它是既有债务的成分 又有权益的成分 所以你需要给它去区分 另外一个 你发行的时候 可能是在2021年的1月1号 但是大多数企业 它都是不允许你在发行 你刚购买 你就去转股了 它可能需要你持有一年 或者两年 甚至五年 它才能够要求你去转股 所以一定要关注哈 它中间是 就是在你发行和转股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间隔的 那么一旦有了时间间隔 就会导致应付债券呀 其他权益工具 这些金额可能会发生变化 所以一定要记准了 两边的会计分路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好了 理论给大家说这么多 然后我们来过一下 相关的会计分路 我说了 这块是绝对不建议大家去看明细的 因为看明细你容易乱套 所以你不要去关注明细 发行的时候 你只需要去记住 借记银行存款 带应付债券 带其他权益工具 应付债券 把它俩 消掉了 那么实陆 那么实陆 那么实际上应付债券 它的金额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 现金流 折现的金额 未来现金流 折现 那么借方的银行存款的金额 你一定是能够知道的 在提干当中 它一定会给你 所以借方你知道了 带方其中一个项目的金额 你已经知道了 最后你能够挤出来 其他权益工具 它相关的金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想到 持有期间 比如说这是2021年1月1号 那么呢 你可能在转股的时候呢 是在2022年的1月1号 才能够行使转股权 中间实际上是相当于 我占用了我债权人的 一年的资金的 既然我现在占用了你一年的资金 你现在还是我的债权人的 想好了 你现在还是我的债权人的 那正常情况下 你作为债权人 你就应该关注 你当年的利息收益 你关注利息收益 对于我来讲呢 我发行方我就要去考虑一下 相关的利息费用 所以这块转股权 转股权与一般债券的会计处理相同 它代表的是啥呢 就是该提利息 提利息 提利息怎么去提 还是和前面一样 借记 财务费费用 财务费用 或者呢 是再建工程 或者是制造费用等等 看资本化还是费用化 然后呢 贷 应付利息 计算和前面也都是一样的 上面都是实际的数 下面呢 都是票面的数 中间产生的差额 还是通过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去进行归集 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去进行归集 这是转股前 它的会计处理 等到转股时 你看这一堆密密麻麻的会计分路 恶心不 很恶心 但是你最后给它归结起来就是啥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股本和资本 攻击 像这个库存现金 在考试当中 基本上是不设计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给它划掉 没有用 那么这里面会设到一个应付利息 是啥意思呢 就是你需要去关心一下 在提干的表述当中 你这个利息有没有支付 利息是否支付 如果没支付的话 那很有可能这笔钱 它会参与到你未来的转股当中 会参与到你未来的转股当中 现在理论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你现在能记住多少 记住多少 如果你没记住的话 至少你应该能够想到 它在发行时和普通债券是不同的 不同在哪呢 就是它多了一个其他权益工具 然后在后续处理的时候 它多了一个转股的会计处理 转股要知道 要把之前你所确认的负债成分的价值 和权益成分的价值 全部给它推翻 都换成谁 换成股本和资本攻击 那大致现在你脑海当中要大致有这么一个思路 我不要求你现在就把它记下来 我们通过一道题呢 去强化一下 看一下典力研习8-6 8-6哈 这道题 不知道你们自己课下的时候 有没有去算一下 哎呀 很有可能哈 会摁爆你的计算器 轻着点摁哈 毕竟马上就要到双十一了嘛 自己买一买东西还得算一算的 是不是 据说现在双十一的活动 越来越复杂了哈 所以这相当于 咱们通过呢 讲几个负债 讲几个计算型的题目呢 让大家去强化一下你们的计算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 他说甲公司经批准 于20某一年的1月1号 按面值发行 按面值发行 五年期一次还本 按年复息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两个亿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哈 你通过这句话 分析出来 我在本次发行当中 实际筹集到的资金是多少 通过这句话 你能不能分析出来 我通过本次发行 筹集到的资金是多少 是多少 两个亿 对不对 两亿 因为他明确告诉你了 是按面值发行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 款项已收存银行 债券票面年利率是6% 债券发行之后 可转换为普通股股票 初始转股价呢 是每股10元 面值是每股1元 债券持有人 若在当期复息前 转换成股票的 应当按照债券面值和应付利息之和 除以转股价 计算 转换的股份数 这句话对于本道题 它很重要 因为这句话实际上就告诉你了 我的应付利息应当参与到转股当中 所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 细品 你细品 他说债券持有人 就你们 若在当期复息之前 我作为债务人 这笔利息还没给你呢 你们就已经把你所持有的债券 转换成股票的 那么此时应当按照债券的面值 也就是刚才你们告诉我的两个亿 和应付利息之和两个 除以股价来计算转换的股份数 好接着再往下走 假定 某二年1月1号 过了一年 债券持有人呢 将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全部转换为普通股股票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抬杠 说只有一部分人怎么办 这不是你们考虑的范围哈 假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时 二级市场上 与之类似的 没有附带转股权的债券市场利率 为9% 刚才咱们读题说 我所发行的这个债券的利率是多少 6% 我的债券明明是比 我的利率比市场上 其他的这些投资产品的利率还要低 而且我也没有折价去发行 没有低价去卖我的商品 你们为啥还愿意去买呀 你们看中的是我的啥呀 看中的是我这个债券当中 所附带的转股权 所以正是因为我 我发行的时候 虽然利率比较低 但是未来我会给你一项潜在的权利 能够变成我公司的股东 所以才会导致人们愿意来买我的债券 要想好这个思路一定要理清 那我们来看一下编制相关上述业务的会计分路 怎么去编 你要按照咱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思路 首先你能够先把他的会计分路 框架先给他写出来 咋写呢 就是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债券 再贷呢 其他权益工具 因为这个写的实在是太不好了 所以呢 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写 你们也拿出纸 我让你们去练的时候 你们就一定得练 要不然你刻下你也不练 刻上还不练 然后总问老师 我为什么一做题就没思路呢 来 看 发行的时候 直接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债券 还有其他权益工具 银行存款 刚才已经问你们了 是两个亿 一般考试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万元为单位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负债这一章 它的历史有多么的久远 和现在的考试完全是不匹配的 都应该是以万元为单位 代季应付债券 这个应付债券的金额怎么去确定 看你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金额 咋折呀 几年期 五年期 对吧 五年期分期复息 面值呢 是两个亿 票面利率是6% 所以每一期应该是有一个利息 流出 1200 等到最后一期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本金的流出 两个亿 所以折完线 这个折线的金额 应该是用两个亿 再乘以P P-F I折现的时候一定是用 实际利率去进行折现 你看这题给你多好 怕你们分不清 所以直接把实际利率的限制系数给你了 都没给你这个 票面利率的啊 它的负利 负利和年金限制系数 P-F I 是百分之九 年 五年 再加上 1200 年金限制折现 P-A 百分之九 五 这样一算完之后呢 这个数 是17665.64 17665.64 刚才有同学说是按照百分之六折现的哈 错了 百分之九 一定是按照实际利率去进行折现 如果你这块用的都是百分之六的话 那你算完这个数还是两千 还是两个亿 你就相当于白算了 一定 我再强调一遍哈 一定是按照实际利率去进行折现 所以应付债券是 17665.64 其他权益工具呢 是2334.36 2334.36 接着我们在2021年 这一年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债券 既然它只是一个普通债券的话 我就应该去考虑它的利息确认 对不对 利息确认 所以接着我们把2021年12月 31号 它的会计分路的框架给它写出来 怎么写呢 借记财务费用 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你满足资本化条件 你要把它换成 再建工程 或者是制造费用 或者是这个投资性繁地产等等哈 财务费用 再贷呢 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财务费用和应付利息 那财务费用应该怎么去求呢 前面已经给大家说了 它一定是对应实际的金额 实际的金额就应该是17665.64 再乘以实际利率 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 这个数算完之后是1589.91 1589.91 贷季应付利息 前面已经给你们算完了 1200对不对 贷季应付利息 1200 现在怎么着 借贷是不平的 差额在哪 在贷方 所以要在贷方确认一个应付债券 是多少呢 他俩做差389.91 389.91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 到2021年12月31号这一天 到这一天 你应付债券的金额 账面价值是多少 2021年12月31号 应付债券 他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贪余成本是多少 从会计分路上 是不是很清楚就看出来了 最开始的时候 你有17665.64 现在呢 你又贪进来了一个389.91 而且两者都是在贷方 所以应该是增加的 也就应该是17665.64 加上389.91 这个数算完之后 应该是158 9.91 1589.91 1589.91 啊 我算错了吗 是我算错了吗 啊 我我算错了 我肯定算错了 因为前面是万 我后面怎么越加越少了呢 算完之后是多少 18055.55 哈 18055.55 嗯 18055.55 哈 我刚才确实算错了 前面我加的时候还是万呢 越加越少了 我都加成千去了 这是2021年的 12月31号 我现在做的是分期复习啊 题目当中说的不就是分期复习吗 对吧 分期复习 然后等到2021年12月31号 他这个提干呢 应该是告诉你了 说啥呢 假定2021年的1月1号 债券持有人将其全部转换为普通股了 那么此时 他的提干当中应该告诉你 我这个利息呢 还没有支付 啊 利息还没有支付 要不然前面这句话就没意义了 哪句话 就是按照应付债券的面值和应付利息之和 除以转股价 去计算转换的股数 我一会回答你们的问题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2012年1月1号的时候 2022年吧 1月1号 我应该是转换成普通股了 在转换成普通股的时候 我应该先把会计分录哈 先给他写出来 借呢 应付债券 带其他权益工具 然后呢 借记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带股本 再代记呢 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 应付债券是多少了 前面是不是已经让你们算完了 到2021年12月37号 应付债券的金额是18055.55 18055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呢 它的金额有没有变 有没有变 没变 还是你初始确认的那个数 23 332334.36 2334.36 好 接着再来看哈 前面已经一再给大家去强调了 这个利息是需要去参与转股了 所以你的借方还应该多少呢 还应该再多一个应付利息 因为利息你没有支付 没拿到钱 那我没拿到钱 我怎么办呀 你们作为投资者 你不能亏呀 怎么办 都转换成你公司的普通股了 你当年所确认的利息是多少 1200 1200 带谁 带股本 股本的数能不能算出来 能 咋算 前面已经告诉你了 是按照10元每股去转股的 那么你一共参与转股的价值是多少 这块哈 也是一个坑 一般来说 你究竟未来能够转换成多少股 在考试当中都会明确告诉你 但咱们这要提呢 加深了一定的难度 难度在哪 再来看这句话 他说的是按照债券的面值和应付利息之和 除以转股价计算转换的股数 面值是多少 又回到了老问题 20000 应付利息是多少 1200 转股价是多少 10 所以转换的股数是多少 2100 2120 由于你股票的面值是一块钱 我们股本哈 是按照面值去进行确认的 所以此时呢 所以此时我们股本这里应该是2120 2120 最后怎么办 倒挤出来资本攻击就可以了 咋挤啊 用上面借方的和减去你代方的2120 算完这个数和你书上肯定是对上的 是19469.91 19469.91 首先啊 我先给大家去回答一下问题 如果你在考试当中 你说老师我会计分路写对了 但是我今个人没算对 我能给分吗 一般情况他是不给分的 一般情况下就没分 因为考你的是啥呀 考你的是会计处理和计量 那你数你都算错了 那不还是证明你原理没搞懂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需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股份数 通过咱们这要题 你是能够确定下来的 因为你的面值是知道的 面值是多少 两万吗 两个亿 然后呢 应付利息是多少 每一期的应付利息都是1200 所以你能够通过这个式子 去计算出来他的股数是多少 股数定了 一般你股数的这个金额 就应该和你确认股本的金额是相等的 因为在中国呢 我们一般来说股本 股票的面值都是一块钱 然后呢 股本是按照股票的面值去入账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有同学说这个 我是不是把 那个什么 单位给换了 对 我把单位给换了 我都以万元去寄了 而且我再告诉大家一下 在筑块考试当中 我不知道有没有今年去参加中级考试的 因为今年中级的财务管理 据说反馈 这个零这个多呀 然后呢 还没有计算器 就摁起来很费劲 筑块 咱不会那么去坑你的 这个题呢 它一定是一个老准则 或者说很多很多年以前的题了 从2016年以来 我所看到的卷子 我所收集到的卷子 都是以万元为单位的 都是以万元为单位的 所以我这块都是以万元了 都是以万元了 就是这个 然后呢 看看啊 对 还有同学说 那我前面算错了 对我就是没分了 有同学说去年看这个题都疯了 是不是 因为去年中国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让大家去关注明细了 我之前呢 在讲面兽的时候 我就知道 同学们一看到明细就开始蒙了 你可以自己哈 带着明细你去算一算 你很容易 今天晚上你觉你都睡不着了 你还想周末好好过一过呢 资本攻击 我一定还会再给大家说的哈 好了 这道题 我是不是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如果没听懂的哈 你自己要去理一理 我给大家提出几个点 你看看自己是哪一个点出了问题 然后你现在先做好标记 做好标记的目的是啥 一个是方便你刻下复盘 另外一个就是 你找我来问的时候 你知道你想要问的是啥 第一个 你要先去关注一下 我最开始确认的 应付债券的这个金额会不会确认 也就是说他实际发行价格 这个金额怎么去折的线 这个链我有没有懂 如果没懂的话 那建议你去看一看 这个前面给大家讲应付债券的问题 这不是这节课你应该理解的问题哈 第二个需要大家关注的 就是这关于 他在2021年12月31号 你去提利息 他为什么这样去做 其实和普通的债券也是一样的 转股权转股权 可转换公司债券 他强调的是可 这个可能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 在未来的某一期 你能够转换成 普通股 只有在你转换成普通股 就你们哈 转换成普通股 才能成为我公司的股东 在你没有成为我公司股东之前 你们都叫做我的债权人 我持有的是 你们哈 持有的是我的债权 那么就意味着 我这边需要干嘛呢 我需要去就我的债务 去提利息 提利息和普通的债券 也是一模一样的 借财务费用和应付利息 这两个金额 一个是实际的 财务费用是实际的 应付利息呢 是票面的 第三个 也是刚才有同学提到的 说老师资本公积 这块究竟应该怎么去算 我告诉你在考试的时候 考你资本公积 这个金额的确认 在之前是考过的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会觉得 那我用不用把每一道题 都把这个会计分路都写一遍啊 其实也不用 你会发现哈 通过最后一笔 你就能够知道 只有最后一笔 会影响到资本公积 那么这个资本公积 怎么去求啊 那实际上就是借方 再减去一个贷方嘛 借方你要关注 应该是应付债券 他的账面价值 看见没 应付债券的账面价值 用的是哪一天的 用的是你转股这一天的 而不是初始确认的 为啥 是因为你在持有期间 把他当成普通债券 在他 在考虑对他的利息提摊销的时候 影响到了他的账面价值 所以一定是用他转股当天的 那个账面价值了 然后考虑的是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权益工具呢 大家可能发现了 在你转股这一天的账面价值 和你在发行之后的账面价值 是一模一样的 为啥呢 因为权益 他就是不动的 权益 他就是不动的 除非你有股东增资或减资 你才要动 所以这一天 你既可以把它记成是 转股时那天的账面价值 也可以把它记成是 发行时的那一天的账面价值 都行 方便大家去记呢 你都是两天都是转股了那一天 都是转股那一天的账面价值 无论是应付债券 还是其他权益工具 应付利息这块 它是属于一个待定的状态 你需要具体题目 具体分析 像咱们这条题 反复给大家去强调 它是用应付利息和面值之和 去确定转换的股数 所以你就要需要去考虑它 但有些题目 它可能压根就没提利息的事 那你就别多此一举 别多此一举 股本 股本的数在题目当中 要么是已知条件 要么呢 是通过隐含的条件去告诉你 所以最后资本攻击是属于 倒挤出来的 倒挤出来的 好了吧 那咱们这节课呢 也讲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了 你们休息一会儿 我也休息一会儿 好不好 然后下节课啊 把可转债这会儿 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整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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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